根据圣地亚哥县河市的联合声明 在未来三个月 圣地亚哥会展中心将作为17岁以下 没有监护人陪伴的非法入境儿童的临时收容所 收容所将提供食物、医疗等服务 预计每位儿童会被安置一个月 等待与亲人团聚或被领养的手续 据报道今年2月 美墨边境约逮捕9400多名无监护人陪伴的未成年人 创下历年同期最高 近期平均每日逮捕500多人 预计三月数字会比二月更高 截至21日 当局已经收容15500名未成年人 其中边境巡警队监护超过5000名儿童 由于收容场所不足 这些儿童的滞留时间约为136个小时 远超过法律规定的72小时 该项目的资金将来自联邦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的难民安置计划 另外也包括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 早前德州的达拉斯会展中心也为了同样目的 被改成紧急收容所 对此州长埃波特日前曾公开批评 拜登的开放边界政策鲁莽 导致边境危机和毒品走私活动激增 这些收容所也是其政策的直接结果 事实上拜登上任后撤销了一系列川普政府的移民政策 还撤销了把非法移民留在墨西哥的移民保护议定书NPP NPP曾允许非法移民在递交了政治庇护申请后 与孩子在墨西哥等待案件开庭 在疫情期间圣地亚哥会展中心是4000多名游民的庇护所 目前多数已经被转至固定住所和长期住所 据报道目前剩下的600多人将从本周起被转入其他庇护所 新唐人加州记者站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